有文章说过,文艺青年多血虚,失眠,头发或白或脱,耳鸣都是血虚的症状,本期聊聊,如何吃着吃着就把血补回来。 一,思虑过多,最让人心血暗号,现代都市人,大多数是脑力劳动者,忍不住一个接一个的会议,一件接一件的文字工作,从早上九点起,一直转到六点。 更有公司,开启九九六工作室,起早上九点上班,晚上九点下班,一周工作六天,这时候我们会发现,耳鸣,脱发白发,前额发际线后遗,多小菜起来会眼前发黑头晕,失眠,甚至金钱总和增严重,这都是心血不足的症状。 为什么?脑力劳动者思虑过度,暗暗耗血,又没有机会运动健脾,深血无门,只有天天流失? 没错,说的就是你。 希望以下的两个小方子,能在你不太介意的时刻,抚慰日常繁忙的你。 二十七颗颗倒定气血不足,复科养学第一方,四五汤,四五汤,已有一千多年律史,最早见于晚陶一书,后被载于中国第一部国家要点,宋代太平惠民合计局方。 四五汤是最重要的补卸条金汤,且见笑快,台湾很多明星们说到保养时,都推荐过四五汤。 大S的美容大王,其中四汤是他非常推荐的调理身体的良法,对女性来说,有效改善面色苍败,肌肤粗糙等状况。 组包书弟十二克,当归九克,白勺九克,穿胸六克,功效补血活血,调经止痛,润敷养发,改善面色苍败,肌肤粗糙等状况,帮解书弟补音生经,抚养亏弱之需,为补血药药。 当归补血活血,可以减轻妇女金钱疼痛,负账,对缓解的抑郁情绪也有帮助,为养血挑尽药药。 穿胸活血之风,组织头痛及妇女一切气欲血欲,为顺气形血药药,白勺养血散于经热立场,为妇科良药。 制法不仅可以单纯的煎水服用,还可以用来炖鱼,炖肉煲汤。 四五汤毕竟是药,现代人怕喝苦茶,还有什么不是苦涩味,来来及时,吃着就能补血。 民间补血胜果,桑胜,酸酸甜甜的桑胜,汁水热源,早在两千多年前,已是中国皇帝鱼用的补品。 民间更有四月桑胜在人生的说法,根据中华本草记载,桑胜,性胃肝,酸,性寒,功能煮至子饮养血,生筋,若肠,主肝肾不足和血须惊亏的头晕目血,腰酸耳鸣,十八早白,失眠多梦,尽伤头咳,消咳,肠造便秘,归精肝,顺精,心乳肝两经,从根源上至耳鸣,滋养黑发。 中医理论认为,肾竹骨,七华再发,开窍于耳机耳眼,肾的好坏可以通过头发是否无可以亮丽,耳朵是否聪明表现出来。 反之,如果脱饭厉害,长有耳鸣,那就代表肾脏功能变差了。 三肾入肝,肾两经,能补气养血,前补肝肾,前经一髓,补充肝肾不足。 经现代著名食养专家陈远金先生,宝配桑胜比做水果中的乌鸡白凤娃,认为特别适合血湿阴虚的女性,以及更年期的女性。 七次,由于桑胜归肾两经,男性治桑胜也很好,既补肾,又轻虚热,他热混在体质的男士,随便补肾壮阳,会约补虚虚,桑胜可以改善这种生殖药健康状态。 饮虚形人士手足心热,鼻微干,吸冷饮,大便干燥,神红少金,脉细熟,行促进造血细胞生长,补血这事儿上,方胜有别于单规,大早的补,它是提高集体造血技能的功效,促进造血细胞的生长,从而增加集体造血能力。 三,桑胜补育肝肾养血补血,泡水喝,助眠安神,除了生吃外,取桑胜干五到八颗,将水烧开,然后再闻火熬煮十分钟就可以了,或直接用热水冲泡一颗。 这种方法制作出来的桑胜水,不仅味道酸甜,在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,服用还具有安神的作用,特别是血细所导致失眠的患者更是应该多吃一些,能够有效的提高睡眠质量。 这样冲泡的桑胜水,酱紫色泽,香及红酒色泽,口感酸甜温热,是夏日极好的饮品,桑胜性寒,桂圆性温,能补鲜皮,一进血,两者搭配,平和桑胜的寒性。 将桑胜和桂圆一起熬煮,并且按照2比1的比例进行,冷却之后再加上一些蜂蜜,然后就可以服用了。 这种方法能够很好的评写,并且所用的器皿一定要是砂锅,不能够是用铁锅,避免药效受到影响。 桑胜熬粥,无法美容,无味对应五行,桑胜色黑柱顺,可黑米,黑芝麻,木耳,黑豆等一样,都是此音不慎的佳品。 将桑胜干五十克,桂圆三十克,花生五十克,糯米,紫米克二十五克一起熬粥食用。 可美容无法,同时对于贫血,脱发的情况也大有弊意。 假日在家,熬一过桑胜粥,补充日常好血,营养又美味,吃着喝着就能补充血气不足。 你学会了吗?好书推荐? 其实,高颜值并非全部来自遗传,正所谓三分天生,七分养成,天生是我们无法控制的,因此后天的七分养就非常关键了。 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,面容教好者,往往都是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人,因为外表的面容是内在健康的反应和表象。 也就是说,美丽原子健康,当一个人积血精液充足,运行通畅,五脏安和,就会表现出精力充沛,双目与身,肌肉饱满,皮肤温泽,褻色充盈,毛发浓密,美丽自然由内而发。 反正,如果吸血不足,精液干枯,五脏不调食,首先会在皮肤,毛发,眼睛,唇,舌等各方面出现状况,颜值也会大大减分。 所以,后天的养颜值,就是要养健康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